你好,各位委員,我是不是請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秘書長,你好 只有一個問題而已 就是說,這個候補是屬時任 這個是從哪個年代開始用這種字眼的? 後補,後補,李建市 後補,李建市是不能開會表決的嗎? 後補是不能鼓勵辦案 後補是屬規則 後補是屬規則什麼時候就有了? 這是清朝,清朝就有了 這應該是清朝就有了 明詞啦,後補的這個明詞就很早就有了 是清朝 啊,是屬這個屬是什麼屬? 這個屬的意思是什麼?官屬嗎? 這官屬先適用一下就對了 這都清朝了就對了 啊,時任的是皇帝,就是任命啊 皇帝趙約 皇帝趙約就有一個人令啊這樣子 後補有沒有人令啊? 後補還是有命令 那人令是總統頒的嗎? 後補期間命令不是 是誰頒的? 後補的人令是誰頒的? 因為這個是特任官 是司法院頒的? 派令啊? 派令? 派令,司法院頒的 後補法官 那個委員在問我有沒有法官的 法官 法官 不知道,這個都一樣啦 我看這個都一樣啦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們要一直言用嗎?清朝的東西 清朝的東西 立法院叫做參議 那不是叫做參議 參戰 參戰機要 國家機要 實際上 我們應該是 國外是怎麼分這個的 國外 日本 日本的法官 檢察官 他們是 分階是怎麼分的 判事 判事 補 補啦 也是用補 補啦 後補的補 後補的補 那判事補 然後呢? 那判 事 判事 判事 就兩個而已 一個補一個 實任 我們這個是大陸法系齁 你看這個 綽來綽去齁 你看你習慣這個名詞嗎? 這後補的啦 我現在是後補的 事俗 如果委員認為 有更好的名詞 我們是不反對的 對啦 應該是要改一下啦 這個後補世俗 這個實在是搞不懂 法官就是法官 那什麼 你 你 這個 任多久以後 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位階的一個 條件 或怎麼樣 應該就OK啦 比如說 你後補要多久 後補要多久 後補要多久 五年 五年 啊 後補五年以後要世俗要多久 一年 一年 後補世俗就六年 然後就實任 對不對 要審核要通過才可以 那後補 後補期間 後補期間他跟實任的 這個直犬行使有什麼差距 後補期間就是他要經過那個輪辦 後補期間他是有輪辦事物啦 要有要輪辦各種的事物 他可以獨立判案嗎 他原則上是由何一廷 何一審判啦 何一審判 那是有些是 除了輕微的案件 有些沒有何一廷啦 所以他 除了除了檢疫案件以外啦 檢疫案件以外 他還是可以判嘛對不對 對可以 哦 那讓後補的判就對了 當然就是比較簡單的案件啦 那複雜的案件他要何一審判呢 你們習慣就好啦 但是我是覺得 像這種清草留下來的 的名字好奇怪 這個現代化的 我是覺得這樣啦 法官就是法官啦 他任命了法官就是法官 那法官你多久 能夠這個進行 什麼樣的一個職權 這個職權上去弄就好 這樣是比較OK啦 不然你說我現在是 候補我現在是 候補有沒有三年就世俗的 沒有一定要期間解滿 然後經過審查 及格才可以進入世俗階段 問問啦 我就覺得用這種名詞 就覺得怪怪的 候補 原來這是清朝的名字 好謝謝